这场直播到底是怪杨幂嘴臭 还是李佳琪猥琐 2020年4月 杨幂去到李佳琪直播间 帮代言的品牌做宣传 却没想到与李佳琪活生生的 上演了一场攻心机 一开始李佳琪就努力献殷勤 表示杨幂在他直播间的待遇 比别的明星都高 可杨幂不嫌事大的来了句 看不起谁啊 两人真正的大戏 还得是在直播正式开始后 李佳琪拿出一打杨幂写真 表示别的艺人都没舍得彩艺 只有杨幂是 可对方却不领情 面对杨幂句句带坑的话 李佳琪只能选择无视 继续走流程 还会时不时的抛梗 但没想到杨幂一个都不接 让李佳琪一度尴尬的下不来台 这样的我也是有心机夫 我也很爱长痘痘 我没问你啊 没关系 你问我再说话 我不说话了 可以抱抱狗狗吗 怎么维持这么好的体重 他们要问的问题 生下来就这么重 88 所以你是会故意把底妆打得 稍微自然一点 不会说是底妆打得 比皮肤更白一个度 这可能我化妆师讨厌我吧 好 眼见杨幂多次不配合 李佳琪也开始摆烂 语气激烈地表示 大家随便买买 反正杨幂自己也不会用这个 我对的没有很大 就随便买买就好了 没有关系 杨幂就是 他也不会用杨幂 杨幂也是立马使出温柔一刀 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也不一定 值得佳琪只不过今天这样 OK 或许是被杨幂对到失去了理智 在试吃一款零食果斗时 李佳琪直接对杨幂开启了黄枪 很好吃 也很好吃 真的好吃 可是他还需要 就是口活比较好 就是真的吸不出来它 所以开黄箱可以吗 什么东西啊 什么意思啊 还好杨幂反应及时 面不改色 装作没听清的样子 蒙混过关 不出意料 这件事直接让李佳琪被骂上热搜 最终以李佳琪做出道歉为结束 而回看整个直播过程 两人似乎全程都在互对 但脸上表情却丝毫不显 可谓是高手过招 只能说两人都有错 在工作场合 意气用事 谁都不占领 谁能想到 在杨幂深陷布衙视频风波时 只有王思聪站出来力挺他 2011年杨幂参演电影《孤岛惊魂》 影片中杨幂的身材火爆至极 以至于在发布会上 陈小春频频往杨幂身上看剧 就连冯少峰也被拍 时不时的投看杨幂 只不过好身材也给杨幂带来了烦恼 《孤岛惊魂》上映没多久 就有一段疑似杨幂的布衙视频 在网络上疯传 于是舆论开始快速发酵 杨幂方虽发了律师函 但架不住网友们的疯狂讨论转发 而其他明星都人人自危 生怕和这件事撤成关系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王思聪竟第一个站出来力挺杨幂 深夜发微博表示 作为一个看了九遍的权威人士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不是大秘密 在一大程度挽回了杨幂的形象 事后这个谣言也得到了澄清 视频中的女主角确实不是杨幂 因为视频中的女生胸口前有一颗黑痣 杨幂曾在孤岛惊魂中身穿泳衣 胸口并没有黑痣 所以此事根本就是有人恶意抹黑 而在这之后 王思聪似乎成了杨幂的铁粉 不仅帮忙宣传电影 还亲自去助阵手艺里 前一秒还在各种嘲讽汪小飞 下一秒就害羞地祝杨幂生日快乐 这爱秘之心 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没人能比杨幂更懂 身为18线小演员的屈辱 打不到他想要的要求 就被打了呀 打了耳光也打了身上 被打耳光时 杨幂只有十四五岁 虽然他心里委屈 但家里没有背景 根本不能为他撑腰 他想要找回面子 只能不断借助人脉 拼命向上爬 这也就导致他欠下一个个人情债 甚至被债主公然开油 也不敢反抗 2011年杨幂凭借公报火 但在发布会上 却遭到了投资人的雄暴 明显能看出杨幂极力抵抗 可对方实在是太热情 这件事更加坚定了 杨幂想成为资本的心 在这之后 他开始疯狂接戏 最是时期 一年拍十一部作品 杨幂还一度感慨到 有时候拍到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演的谁 虽然因为亚细 被网友喷不专业 甚至还被橙红怒骂后 赶出去组 但他丝毫不在意 因为比起让自己 成为资本的决心 这些买骂 显然不值一提 直到2013年 在小时代发布会上 相同的事件再次上演 视频中 杨幂正在举着话筒说话 可郭俊明一直伸手 拽他的裙子 拽一次没拽动 又更用力的拽了拽 杨幂看起来有些尴尬 只能全程用手护着裙子 可陈学东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杨幂不得不当众整理衣服 而在这件事后 杨幂便带着经纪人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甲醒娱乐 还签下一份对赌协议 如果三年内 让公司的净利润达到3亿 就能得到投资方的大笔投资 如果没有完成 杨幂则将背负大额债务 这份魄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所幸杨幂在最后一年 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超额完成任务 影片的爆火 让杨幂顺利完成合约 狭行传媒的市值 直接翻了数倍 但这也只是杨幂换身资本的第一步 而最重要的是 估计以后 再也没人敢对杨幂 做出出格的举动了